大前天 粉丝在资本间问我 给媳妇买代步车 接送孩子 日产图达和别克英朗 哪个更好 省心更耐用 回答你这个问题之前 我先问一下 视频前 镜头前的粉丝朋友和老铁 如果让你选择 你会选择奇达呢 还是说这个别克英朗呢 可以在评论区留言 或者没有买过 开过这两款车子的车主 你也可以在评论区 留下你宝贵的建议 帮助帮助他 谢谢大家 其实这两款车子差距很大的 千万不要盲目选这个 奇达呢 是基于日常的CMF 一个模块化平台 达到了一款车的 整台车的这个框架 都使用了这个高强路缸 A轴B轴 关键部位使用1000兆帕的 超高强路缸 这个强路呢 就这个价位来讲呢 还像说的过去一般的水平 他这个车子的发动机变动箱 使用的是个1.6升的 自然信息发动机 匹配一个CVT变动箱 和这个轩翼 是一模一样的 155的扭矩 122的马力 可以说就是一个 两箱板的这个轩翼 前面后面扭矩的那个轩广 别克英朗呢 是基于通用第二 平台国家打造的一款车的 整台车的使用了 60%的一个高强路缸 那么AB路使用了 1200兆帕的热声器缸 车身强路上 要比奇达要更出色一些 更好一些 而且底盘的扎紫感 更好一些 支撑性也更好一些 所以这架翼质感呢 完全是要比这个 其达更扎实一些 偶尔跑到长途 它底盘的扎实感 支撑性 稳当感 平稳性 要比其达更好一些 那么动力上呢 搭载的是1.5升的一个 自然信息发动机 还有一个1.3T的三缸机 1.3T无论能量三缸机 那个是不能买的 三缸是坚决不能买的 匹配的是一个通用的 6VT变动箱 动力呢 虽然是没有其他好一些 但是这个6VT呢 通用的6VT嘛 是不如9VT啊 这个换脑逻辑啊 耐用方面是不如它的 但是说现在更新换代之后呢 也能用逐啊 比以前要好了很多 而且它这个价位呢 给你个前卖不幸 后面一个多连杆的独立情况啊 这点要比其他更好一些 那么两台车实际开起来呢 扎实感支撑性啊 还那句话 还是测试安全上 还是这个阴朗更好一些 是吧 扎实感好的 开着它不飘 是吧 它开着有那种操控感 过完的时候 支撑性会更好 如果世纪大部呢 涂达啊 这个齐达 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1.6重自然系发动机 女士呢 不要激烈暴力驾驶呢 还是绝对没有问题的 前期呢 五年 或者是18万公里呢 两台车都不会出毛的 如果说后期的机械数字 哪个毛病少 肯定是齐达更稳定 更好一些 或者是不要激烈暴力驾驶啊 后期英朗小孩 肯定是要比这个齐达 要更多一些的啊 所以说这两台车呢 我的建议女士开 是吧 代步 接受孩子还选择齐达 要比英朗更好一些 而且英朗呢 油耗要略高一些 是不是 那你有没有开过 或者买过再两口车的小伙伴 对我说的 没有不同意见和想法 可以在评论区留言 欢迎大家转发评论点赞 拜拜 拜拜 拜拜